很好嘛 说说 为什么要做警察 这是我的梦想 觉悟很高嘛 对对对 这个清雪 你舅舅在祥城也是有头有脸的 这个 你确定要干那行 行 雪莉 来 来到正常 孔大哥 给你介绍一下 胡萱萱 这个是新来的同事 正式加入我们祥城警察局 以后就是你的手下了 有时间多多地勾搭一下 不是 是沟通和搭档 那个 我们先走了 正常 来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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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你 大人 大人 这事儿有没有商量 雪莉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不要再叫我大人 叫我同志 叫习惯了不好改口嘛 其实我也听习惯了 你爱怎么叫怎么叫吧 天官同志 你看 我干的都是纯爷们的勾当 你来一个小姑娘 我对我不好待呀 雪莉同志 这都什么时代了 是讲究男女平等的时代 是不是 有困难自己克服一下 不是 我 大舅舅今天刚给了我一百大洋 你也知道我做人的原则嘛 对吧 我的原则就是没有原则嘛 别让我为难 听话 那个张强 走吧 好好配合 好 可拿着 站好 你说你 你家在祥城也是有头有脸的家庭 你为什么要来当警察呢 回家去吧 我不回去 我现在是祥城警察了 我要破案 就你 还破案 方栋说说她 你们还瞧不起人啊 我得乖乖 这当警察 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没事在家画个画 和姐妹下午喝个茶多好 我就实话实说了 昆元烈 我就是冲你来的 我看上你了 我喜欢你 只要跟在你身边 看你 多苦多累 我都开心 你跟女孩子说这种话 都不脸红啊 女孩子怎么了 嘴掌在我身上 你管得着吗 她在胡闹啊 胡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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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会儿子正经了 当初 那我脸之后的 你也比这骚劲呢 反正我不管 我再上你 你和我有肌肤之亲 我脸不会有孩子吧 孔大哥 胡萱萱 雪莉有喜欢的人了 是不是那个老板娘 揣着明白装糊涂 什么居心啊 反正他们俩 圣礼还没煮成熟饭呢 我要跟她宫廷竞争 我也有机会